阿錦 阿里安娜 可惜我們不是水瓶座 今天感覺好像比較沉重 因為的確最近在演藝圈當中 發生了幾多不開心的事 甚至有些演藝人士可能輕生了 尤其在日本那邊 連續有幾個自殺的傾向 我跟Nana覺得 其實我們要多關心身邊的同事 我們突然答應 有沒有一些星座在心靈上比較脆弱 或者意志力不夠堅定 可以受到別人的影響 因而我們就開始說 不如我們今天就談這個題目 沒錯 其實你說 聽到嗎 聽到 你聽不到 我聽不到 是嗎 我幫你留石 你先繼續說 我想如果你說 心靈比較脆弱 可能情緒會低落 甚至有些會抑鬱 之後可能會有些選擇輕生 如果你說情緒會比較容易低沉 其實全都在 全都在 全都在 我們一起去談談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例如我跟Nana在開這個節目的時候都說過 我們希望鼓勵多些人 甚至乎大家要多一點靜能量 希望透過我們看星座 甚至關愛別人 甚至看塔羅等等 都希望帶出一個靜能量給大家 所以希望今天我們的話題當中 除了說哪些星座心靈脆弱的同事 其實也希望其他朋友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給他們多些關愛 這樣令事情 會來得更加溫暖 以及更加和諧 好了 我們正式就開始說 今天我們星座上面 待會有一個十二星座當中 究竟哪些心靈比較脆弱 另外塔羅牌方面 今天Nana也會在教學時間 幫大家去塔羅 塔羅的主題是什麼 其實每一次都會遷就今天的主題 當然我們今天主要說的是 星座的某些特質 會比較容易情緒會波動 甚至會低沉一些 我想其實十二個星座 其實什麼人 不要理會星座 我們都會有心情失落的時候 所以今天塔羅牌就是 如果你們現在 或者你的朋友 現在的情緒 無論你是為了什麼事 可以為了任何的事 甚至有一些人 他未必是因為某些事情發生 他都可以情緒很低沉 對 有時可能會受到外奸影響 對 沒錯 今天就是 如果你現在處於這樣的狀態 心靈比較低潮 對 狀態 今天可以幫你抽牌 就是看看你有什麼方法 可以實質的 是 是實質去做 令到你的情緒可以得以舒緩 我覺得這個很好 明白明白 我覺得這個很多人都需要 所以就算自己也好 或者你發現你身邊的朋友 最近心情比較差的時候 都可以立刻叫他 一起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一起去和你分擔一下 甚至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真的有些事情 很想和我們兩個聊天的話 亦可以打電話來 988-44-989 希望透過星座 甚至透過塔羅 甚至透過塔羅 將你心底裡的一些事情 去分析一下 我們正式開始 我們說 星座上面 究竟十二星座上面 你剛才說 在這裡 在這裡 不如由天蠍座開始 先 天蠍座屬於心靈脆弱嗎 我上 為什麼每一次不是我就是你呢 因為天蠍座屬於心靈脆弱 我想不到他脆弱 你想想他有仇不報 非君子 就是復仇者聯盟 他怎麼會脆弱呢 應該這樣說 其實水象 其實在 星座學來說 是比較受情緒主導的星座 一定是 會感性一點 對 其他一些都會感性一點 你情緒容易受到波動和主動 就會落入一些低一點的地方 但我今天很想說 其實除了太陽星座 如果看你的心靈脆弱 其實我們是要看月亮星座 我們今天反而可以說 假設你檢查到自己的月亮星座 又是屬於星座 就更加要小心 會呀會呀 因為其實太陽就是我們的本質 如果大家檢查不到也不要緊 因為用太陽 也是代表我們自己的本性 但是月亮星座是做什麼呢 感性面 它是主宰我們的情緒需要 對 因為情緒就是跟我們的心靈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你們的月亮星座 大家其實可以上網 可以就這樣 很多apps 入回你們的日期 時間 就會檢查到 對 所以今天所有的東西 你都可以 如果你本身 例如天蠍座 我們第一個會講的星座 你是天蠍座的 太陽星座也好 你的月亮星座也是天蠍座 都可以聽以上的東西 令到自己更加了解自己 沒錯 譬如天蠍座是水象的 這樣就覺得我們好像很堅強 沒錯 但其實愛強 愛就弱 對 那些叫做中肝 為什麼呢 在哪一方面呢 究竟在哪一刻 他遇到什麼時候會特別耐弱一些 其實天蠍座是真的很強勢的 但他的第六感 直覺力 感受 動策力其實很強 對 所以其實他連自己的感受 都很容易察覺 對 而天蠍座 強得來 大家都知道 但他強 有時是很激烈 對 他很激烈 有時他真的會做一些 例如你說輕生的事情 其實他會很厲害 即是他可能受到一些情感衝擊 對於自己的時候 超過了他本身的底線 他就會覺得 放到很大 令到自己都覺得 嘩我真的受不到這個傷害 而尋找一些更痛苦的解決方法 因為他又佔有肉強 然後又很猜忌 其實這種心態 他很容易會很情緒 會很激動 即很容易跌入一些心淵 會有會 其實天蠍座是很容易的 他愛恨分明 如果去到恨的時候 即是他有一種毀滅那種性格 自毀 自毀和復仇都有 即是能夠復仇就復仇 但如果真的連仇都復不到的時候 便變相更加激烈 會的會的 他們有時 有些被迫害妄想症 這麼長 被迫害妄想症 他很多疑 所以其實他有種自弱 但又弱人的情緒 所以他也是其中一個比較敏感的星座 亦有這樣的可能性 會的會的 如果你說容易自尋短見 可能天蠍座是上榜很強的 如果你是屬於天蠍的太陽或月亮 都要留意 接著說說下個 射手應該就不會 他人的太陽光 他人的太陽光 他如果有痛苦也好 他第一時間就繼續去玩 玩更好玩的東西 或者尋找更快樂的東西 令自己忘記這個 是不是 其實射手已經說完了 例如你說 好像我這樣 天蠍座 我會不會想有智慧 我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月亮是人馬 所以我會說大家 其實要看到的話 如果看兩樣就最好 但如果你的月亮也是天蠍 那你就雙倍了 剛才的東西 麻煩你幫我誠意 他太激烈了 他真的會自隊 隊員人再自隊 所以你這個星座 例如Nana這個 首先太陽是天蠍 但由於他的月亮是射手 或者人馬 然後他就可以拉回平衡 會有 但其實月亮其實是主宰情緒 對 他對他 月亮星座 主宰的 不是表面的情緒 表面上我們看到 是內心深處 是內心深處 我們的感受 所以其實 月亮的比重 比太陽 在這個主題上 會比較高 所以你是屬於人馬 對 所以我從來沒有很低 他只是毀滅我 對 還有毀滅獅子座 對 還有毀滅他們 我會很開心 對 最好笑的是 我一講這個題目 我打電話 我們今個星期講這個 那就是講你的 他直接在我身上 他想都不想 沒有想過其他星座 他就是你 就是你 氣死爸爸 所以射手座 應該不是列入 比較有自衛傾向的名單 當然他會不開心 但他本身人馬 其實是十二個星座 他是最熱愛生命的 他很開朗 很樂觀 無憂無慮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不開心 不會 但很快就重新了 對 好了 人馬座很快就講完了 接著下一個就是 山羊座 山羊座 山羊 山羊有機會 為什麼 我想問 因為山羊 首先你看他 很多東西都收起來了 比較內斂的星座 他有很多東西 他本身 我經常覺得十二星座 他叫做家嫂星座 比較委屈 你不覺得他很委屈嗎 你覺得Edmond 他的委屈 他有努力去做很多事情 但他不會反駁 別人說他不做事也好 他會不開心 但他會在裡面不開心 但他仍然繼續做 那就是家嫂 家嫂 永遠的家嫂不斷洗碗 然後大夫妻 或者後弟娜 就說 你不做事也好 他就說 我做我做 Edmond 完全不像家嫂 這個家嫂星座 算不算 我覺得 他未到達輕生或智慧 但剛才你的形容 可能會偏向有少少相遇 山羊 但剛才這樣也對 山羊有很多事情都收起來 真的 你看不出他 是否開心 其實你平時見到他 也比較木立 即他的波動已經是 波動了 你甚至覺得他陰沉 所以Emma做過那節目 而且山羊受壓力 強到不得了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 他有很多壓力 自己頂 對 表面上也很冷靜 很平靜 但是 其實這些人 你先要觀察他多一點 看察他多一點 雙魚那些 你很容易看到 但是山羊 他不開心 這些朋友 或者家人 更加要關心他 對 因為他不發聲 有什麼事情我自己頂 對 有什麼事情都是我負責的 表面上所有事情 全家 或者所有朋友同事的事情 他都能搞定 但問題是 你是否真的搞定 不是真的超人 對 人總之有極限 所以這種 反而更需要關愛他 會啊 因為他可能熱愛 壓力 不要等到他爆煲 對 他受壓的時候 都要開始關心他 所以 對 如果我們要關心 Edmond 對 Edmond進來泡泡 哈哈 因為他們如果真的有輕生的念頭 他未必會找人傾訴 即是他會直接行動 即是我們要 今天的主題 是希望大家 留意多一些 我們身邊的人 明白 我們網上 Emily就說自己是人馬女 你說準不準 很開心 他給了我兩個笑容 即是準還是不準 Anyway 好 我們就說第一部分 最有一個星座 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一定不會 哈哈 本來他可能對這兩個字 對他來說太遠距離 因為水瓶座 就像一個水一樣 哈哈 水一邊有壓力 因為你按他左邊 他就走到右邊 你按他右邊 他就跌到左邊 他很自我 哈哈 嘔嘔嘔嘔 是不是 嗯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每次呢 我一踩到水瓶 我就總是要給